我会想 他说他压根没想到 我可以生小孩 而且还接着生 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生了 他很怕我们再有 为什么第二个 这个第二个的怀疑是意外呢 还是怎么样 其实也不算意外了 小意外 小意外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意外大跟小就对了 不是没有计划 可是也没有想到这么快 人不会觉得就是说 对因为你刚才也坦诚说 的确心里面对剂情 会觉得有一点困难 那你是不是想要说 那我办一个很浪漫豪华的婚礼 是不是有点弥补的味道 其实从 应该也可以说是弥补 那也可以说 那我觉得那个是你在的 就是说因为我没有给他很多的 在跟他交往过程中 没有给他很多的时间去陪伴他 对 那我觉得我的另外一半 我会给他所有一切就是 我能够给最好的 那我觉得这个婚礼是 我觉得当然是补的 然后也是 我想要给他一个最好的婚礼 也是我所能给的 不管是他 不管是我们是一开始就结婚 或是现在才结婚 我都会给他这个最好的婚礼 对 而且坦白讲 婚礼它真的还蛮用心的 因为 其实我觉得女生最 憧憬婚礼这件事情 是在怀孕前 然后还有 刚怀孕的时候 会还蛮 期待憧憬这件事情 然后我记得当时 才三个多月的时候 我去参加我好朋友 彭家慧小姐的婚礼 那时候我在婚礼上看到他 我就觉得好羡慕哦 哇我肚子有宝贝 可是在办婚礼的时候 我的好朋友 我就看他觉得很羡慕 可是到我真的就是 生完宝贝之后 其实就没有这样的 憧憬跟期待耶 就没有再想过这件事情 因为所有的爱 所有的精神 都放在宝贝身上 所以当他说要办婚礼的时候 我还想说 不用这么麻烦了吧 然后他就很积极地 一直在处理所有的事情 然后我就 所有的精神跟时间 都在招小孩 直到有一天 就是有人跟我说 好好啊 那婚礼的事情 你都不要管了 你也不用想 你那个婚纱的 生气了 然后我说 你显得太不在意了 对 他这么一头热 你真的说 哎呀 办什么婚礼啊 然后就把所有的精力 跟心都放在 宝贝身上 所以他火大了 后来我就真的很认真地 挑了婚纱 而且他好贴心 他就买了所有的那种 婚纱杂志的一大碟 这样叫我做功课 说你喜欢哪一个 这样子 哪一种感觉 然后他在婚礼当中 其实给我还蛮多的 他设计的一些 小桥段 小惊喜 哇设计桥段 不简单 那些人 我们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分别欣赏到了 当时婚礼所拍的一些画面 真的好漂亮 好浪漫 对 而且我常常觉得 拍婚纱照 就拍婚纱照 我就没多想 他都有把那个 就是里面的主题 故事 都带在我们的婚纱照里面 所以也许以后 我们满头白发 在看这个照片 我们会觉得 哇 这个都是我们的回忆 有很多的故事 跟话题 是可以我们两个 共同讨论 对 不过除了浪漫 除了就是说 耗资四百万 没有啦 没有啊 真的没有那么多花 没有提醒四百万 不能花了多少 就在 保持在六位数以内 因为我们有十万人内 十多万 数十万以内 数十万 没有到百万 没有到百万 那怎么可能 你们是在关岛 因为我们有一部分是 那个 有两张 赞助 对 所以没有花四百万 没有 便宜你的人服 他们上面 哎呀 我以为你真的拿出 四百万就来了 对不对 那你刚才讲的那么大声 说也算是迷迷 没有那么小 就是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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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